主料,麦芽糖80克,白砂糖210克,水80克,普通面短300克,糖酱190克,辅量,香油1大勺,羊果20克,黑芝麻糊20克,砂糖20克,白酒1大勺,冰糖20克,香蕉果腐20克,蜂蜜1大勺,黑芝麻20克,瓜子仁20克,葡萄干20克, 大勺人20克,葡萄20克,花生20克,准备时间,10到20分钟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1小时,香蕉果,黑芝麻,花子仁,大勺人,核桃,花生在使用之前都需要先烤熟,将干果放入烤箱,160度烤5到8分钟左右,烤出香味即可,白芝麻要烤的颜色发黄,烤好的干果冷却后, 加入葡萄干冰糖山楂薄薄,倒入即砂糖,蜂蜜,白酒,香油,黑芝麻,用筷子搅拌均匀,然后揉成团,即成五人线,用筷子搅拌均匀,然后揉成团,即成五人线,将水和白砂糖倒入锅里,便用中火加热边搅拌,直到白砂糖全部溶解,加入麦芽糖,继续搅拌,直到被腾后, 改用中火加热边搅拌,直到白砂糖全部溶解,加入麦芽糖,继续搅拌,直到被腾后,改用小火再煮一分钟,关火冷却以后,即成糖浆星,在300克面粉里,倒入75克香油,倒入糖浆,并用手拌匀,用手揉成软硬式中,光滑细腻的面团, 把馅料和饼皮面团分成小份,馅料与饼皮的重量比例为一,一,取一个饼皮面团,用手掌压扁,放一个馅料在饼皮上,用饼皮把馅料包起来,并慢慢往上推,直到完全收口, 把包好的面团滚圆放进打过粉的月饼模里,压住月饼放在烤盘上,表面刷一层全蛋液,自遮不用刷,放进预热好的烤箱,210度,15分钟左右,烹饪技巧,馅料中放入白酒有提香的作用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